音樂音樂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Valve Channel 我是Kevin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這一顆 Source Audio TrueSpring Reverb Reverb就是我們生活中 聲音在空間裡產生的殘響 要是把Reverb從我們所聽的聲音中抽離的話 聲音就會變得很乾 我想大家都不喜歡太乾吧 一般我們在彈電影塔時 從音箱發出的聲音如果很乾 聽起來就會很平淡無味 所以通常電影塔音箱上內建的效果 除了破音以外 最常見的就是Reverb Reverb會因為產生的方式 而各式有不同的聲音特性 而藉由彈簧數產生的Spring Reverb 就是電吉他常見的其中一種Reverb 我以前剛開始在接觸電吉他時 還常常在想什麼是春天Reverb 後來才知道原來這邊Spring 指的是彈簧而不是春天 如同Source Audio 1 Series其他產品一樣 這顆小小的效果器也是充滿了驚喜 它除了有三種Reverb模式 Short、Long、Tank可以做切換以外 也有三種Trimmon模式 Opto、Harmonic、BIOS讓使用者來加入使用 並且可以自由排列組合這兩種效果的順序 Mix是用來混合乾絲訊號的比例 轉到底的話就只會聽到Reverb的聲音 Level是整體的輸出音量 Unit Gain是在12點鐘的方向 轉到底則可以得到最大6dB的Push Dewell是調整送給Reverb Tank 用來驅動它產生Reverb的訊號量 越大就可以聽到越強越濃厚的空間感 Tone扭可以調整音色的明亮度 但要注意的是它是改變S訊號的高頻 所以原本吉他的音色是不會受到影響的喔 Reverb Trimmon 他的運算核心跟一般市面上常見的Reverb Paddle不同 並不是用一般現成的Reverb效果處理器 而是花了許多時間去取樣市面上那些經典的吉他音箱 及Opergear細緻及獨特的音色 再用56bit Sigma DSP來將它們完美的呈現出來 可以儲存128組的Preset 我想這已經是標配了 接下來重點一樣是它的平板 手機及電腦的編輯器 Neural Editor 在裡面可以調整到更多的參數設定 像是訊號途徑 Reverb 跟Trimmoner的排列順序 Pre-Delay Diffusion Reverb Modulation等等 其中Pre-Delay就是一個非常好用 並且重要的參數 什麼是Pre-Delay呢? 當我們為吉他的聲音加上Reverb的時候 雖然聲音聽起來會有漂亮舒適的空間感 但同時也會讓聲音變得模糊許多 那要如何讓聲音同時具有空間感 又不會模糊呢? 這時候就可以調整Pre-Delay的參數 假設我們將Pre-Delay設定為20毫秒 就是指吉他發出聲音後 經過20毫秒才會出現Reverb的聲音 這樣就可以同時具備清楚的吉他聲線 以及漂亮的空間感喔 好啦 今天的介紹差不多就到這邊 如果對這一顆Souls Audio TrueSpring Reverb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跟台灣的代理商海國樂器諮詢 看看有哪家樂器行可以試玩及購買 這裡是Volv Channel 我是Kevin 我們下次見 掰掰